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方派认为俄罗斯是在对乌克兰进行赤裸裸的侵略 他们支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且援助乌克兰 北京派支持北京官方关于俄乌战争的提法和做法 认为俄乌战争的起因是北约东扩 北约东扩压缩了俄罗斯的安全空间 对俄罗斯构成了军事威胁 他们认为乌克兰想加入欧盟和北约 才促使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乌克兰战争因此不能以简单的正义和非正义来评判 他们把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称为攻火 甚至还有人把俄军对乌克兰的占领称为解放 关于对俄乌战争性质的评判 我觉得是一个涉及是非取直的大是大非问题 今天的赖子聊书就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当我听到有人说不能以正义 和非正义来简单评判俄乌战争的时候 我感到十分悲哀 因为中国是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国家 而抗日战争的本质 与乌克兰当前的抗俄战争相同 85年前爆发的抗日战争 源于日本对中国的蔑视 当年的日本无视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诉求 企图保持中国分裂的状态 建立一系列由日本控制的附庸国 日本不仅占领了中国东北 建立了维满 而且企图将华北从中华民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 同时以防供为名 干预国民政府的对外和对内政策 当日本的这个设想 遭到中国政府和公众越来越激烈的抵抗 并且引发了卢沟桥事件后 日本朝野的强硬派 担心国民政府和中国人民 会不再畏惧日本的武力 进而危及日本整个的在华利益 于是就增兵华北 结果无意中对武汉构成了威胁 而武汉正位于蒋介石能否实现持久抗日大战略的关键位置上 蒋介石故而提前发动了全民抗战 蒋介石为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主编了一套书 书名就定为抗日欲武 欲就是抵欲的欲 武就是侮辱的武 与当年日本军阀的对待相比 普京现在对乌克兰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本军阀还承认华夏是日本的母文化 而普京干脆否认乌克兰有单独的历史 把乌克兰称为是布尔什菲克党人创造出来的 把乌克兰在2014年的革命称为政变 普京在入侵乌克兰后提出了提我的三个条件 就是乌克兰中立化 非武装化和承认克里米亚和乌东二洲脱离乌克兰 这与日本当年对国民政府的要求别无二致 就是承认满洲国共同防控和停止反日 我在这里想借用普林斯顿大学斯大林问题专家 Steven Kotkin关于乌克兰历史和独立的解释 Kotkin说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的确交织在一起 乌克兰在历史上也几乎没有作为独立国家存在过 但是自从在1991年独立后 乌克兰就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存在至今 普京大规模入侵乌克兰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践踏 普京公然要肢解乌克兰并把乌克兰变成自己富裕国的做法 与当年的日本同出一辙 日本在1922年与英、美、法、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签订了九国公约 保证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但日本在1931年就背弃了这个条约 发动了918事变 在1933年占领了长城一线 在1935年策动华北自治 建立伪政权 在1937年12月 公然占领中国首都南京 大肆屠杀平民和战俘 日本对国际条约的公然背弃 和对中国领土的蚕食 激起了中国人民越来越激烈的抵抗 激发起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以全民抗战抗击日本蚕食的信心 蒋介石就在1937年8月13日 发动了淞沪会战 如同当今乌克兰军民高昂的战斗精神一样 中国军民和国民政府 在淞沪会战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的精神 既感动了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公众 也唤醒了他们对日本军阀危险性的认识 援华抗日从此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 918事件之初 那些关于日本治理东北 要比中国人好的说法 就销声匿迹了 由于与日本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差距 国际援助是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抗战的外部条件 按照时间顺序 当年帮助中国抗战的国家是 英国及英联邦国家 苏联 法国 荷兰 比利时 和美国 与中国相似的是 乌克兰位于欧洲的东部边缘 在语言文化上和历史上与俄罗斯交失在一起 在俄乌战争爆发前 西方没有多少人关注乌克兰 虽然普京在2014年就背弃了俄罗斯在1994年的承诺 吞并了克里米亚 策动了顿巴斯的独立 但西方除了有限的经济制裁外 并没有其他反应 就连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 在乌东上空被击落 也没有什么反应 西方的变化来自于乌克兰军民的应用抵抗 俄军对居民区的轰炸和炮击 以及屠杀平民 引起了纵怒 让人们看到了普京政权对弱小邻国的欺凌 看到了专制的俄罗斯 对整个欧洲的威胁 乌克兰因此又成为勇敢无畏的象征 乌克兰不仅是在保卫自己的独立 自由和尊严 也是在保卫欧洲 保卫民主 保卫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国际秩序 西方国家对乌克兰重要但有限的援助 与当年的援华几乎完全相同 当年西方和苏联援华有顾忌 是因为德国是更强大更危险的敌人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西方国家不想把日本推入德国的怀抱 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则因为受到对德战争和中国地理位置的双重制约 西方在援助乌克兰中的顾忌 一是来自于俄罗斯是与美国比肩的核大国 二是因为俄罗斯幅员辽阔 早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中 就显示出自己无穷的战略防御能力 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国家 西方国家只知道必须帮助乌克兰 抵抗住俄罗斯的入侵 但还没有确定帮助乌克兰到什么程度 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这种坚定但有限的援助 就是北京所说的拱火 北京所说的拱火 反映了自己首输两端的尴尬处境 由于美国改变了自1972年以来的对华政策 把北京视为自己的战略对手 组织起了对抗北京的海上同盟 北京在安全上需要与莫斯科合作 用中国副外长勒玉成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夕的话说 就是中国两国的战略合作无上限 只有加油战没有终点战 但是北京没有想到乌克兰军民会同仇敌抗 俄军的闪击战会失败 没有想到俄乌战争会走向持久化 正如中国政府声明和官员们所说 俄乌战争在各个方面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与俄乌两国都有着密切的经贸联系 两国还是中国与欧洲陆上经贸走廊的中间站 俄乌战争意味着 中国与欧洲国家陆上贸易的大倒退 俄罗斯在经济上变得依赖中国 不惜用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中国出售能源 但是中国是出口型经济 在各个方面依赖西方 中国在金融和经贸上公开帮助俄罗斯 得不偿失 会给自己已经处在困境中的经济雪上加霜 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 中国也只能把战争的原因推卸在北约的东破上 虽然北约东破在西方国家早就有争论 但就像科特金教授所说 俄罗斯的安全空间问题 不能与公然大规模入侵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问题 相提并论 中国因此也就无法为俄罗斯进行有利的辩护 只能说自己真诚希望俄乌两国恢复和平 指责西方国家是在拱火 同时对联合国宪章问题 对乌克兰抗俄战争 以及西方国家袁乌的正当性问题 置之不理 当北京无视这些事关是非取之的大是大非问题 不得不为俄罗斯做苍白无力的辩解时 他其实是被莫斯科劫持了 北京被莫斯科劫持是因为自身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 中共是由莫斯科建立和扶植起来的代理人 在建政之后一直面临着台湾问题和自己的历史问题 而这些问题事关中共执政的正当性 事关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 换一句话说就是中共政权有短处 普京不仅发现了这些短处 而且把他们攥在了手里 普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苏联是前朝 普京不仅没有习近平的中共历史包袱 而且还可以不使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问题来推卸责任 甚至来刺激习近平 比如普京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前夕 出席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悲伤之墙的开幕式 并且发表了演讲 悲伤之墙是为了纪念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受害者而建立的 又比如普京在去年7月撰文谈俄乌的历史 把乌克兰问题 克里米亚问题和顿巴斯问题都归咎于布尔什维克 面对普京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 北京就扬作不知 北京扬作不知 又要与莫斯科进行没有上限的战略合作 进一步暴露了自己民不正言不顺的短处 由于这个短处 中国政府自然不能在俄乌战争这样的大师大非问题上 挺直自己的腰杆 只能在正义和利益之间选择了后者 而不谈是与非的问题 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转发和点赞 我们下次节目见